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计划在乌克兰使用原子弹 使用核武器是一个极端的行为 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和人道主义后果 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这一点 并致力于遏制核武器的使用和传播 国际上存在一系列的非扩散和裁军条约 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等 旨在限制和防止核武器的使用和扩散 此外国际社会也通过外交和谈判途径 努力解决地区冲突和争端 以避免使用核武器 2022年俄罗斯曾经威胁动用核武器 后来不了了之 俄罗斯应该是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评判 特别是和大国美国的介入 按照现在的趋势俄罗斯必败 只有使用核武器俄罗斯才能转败为胜 而且普京恐怕无法接受战争的失败 一旦俄罗斯战败 普京要面临下台 甚至被清算 可以说 使用核武器是普京可以获得战争胜利的唯一选项 虽然冲突和紧张局势可能导致担忧和猜测 但当前没有迹象表明 俄罗斯计划在乌克兰或其他地方使用原子弹 国际社会普遍倡导通过和平谈判和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并遵守国际法和相关条约的规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